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 谁与生风 我是王峰 各位观众朋友 我想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因为拜登刚当选 那川普刚落选 那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关心啊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问题 斗而不破的问题 未来中国何时赶超美国 那中国人一直希望东风能够压倒西风 中国如何压倒美国 那我想大家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中国梦 我年轻的时候坦白说我也有一个中国梦 年轻的时候我们读这个 我读这个于光宗先生的乡愁 读到这一句啊 我是很感动的 他说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因为当时年轻嘛 第一次读到这一句 非常的感动 同时呢有哭的冲动 那愚又任先生 愚又任 以前我们称他为愚又老 愚又任先生也有一首诗啊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首诗是望大陆 他说藏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藏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这个是上一代啊 就是1949年 那个移民啊 就是从大陆来台湾的 那些大陆的移民 他们的中国梦 这是上一代的中国梦 那上一代中国梦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是充满了忧患 充满了感伤 但是呢我们今天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这个世代 我不年轻啊 我是说我们的这个年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 那我认为年轻世代的中国梦啊 他是积极的 是奋斗的 是虔诚远大的 是无限美好的 更是澎湃 汹涌 伟大 坚强 那我们到底 什么时候 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呢 或者是 其实东风早就已经压倒了西风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 没有感觉 但是呢一定会有一些指标 我说我们说一个国家 超越了另一个国家 一定有一些指标 有哪些具体的指标 有哪些具体的数据 可以证明呢 有几个重要的数据啊 我们可以印证 中国梦的实现 其实为时不远 经过七十年的努力的经营啊 其实中国 非常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中国是全世界拥有 全部完整的工业部门的国家 这个在全球当中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中国拥有 四十一个工业大类 两百零七个工业中类 六百六十六个工业小类 这个这么样的完整的工业部门的 实在是非常少见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 中国成为全球当今 拥有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当中 全部工业部门 工业门类的国家 那再根据啊 一个数据就说 世界银行在2010年啊 他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超越 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 中国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的看法完全啊 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功劳 改革开放 再加上中国有非常高效率的 高执行能力的一个政治体制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劳 另外就是说全中国的老百姓啊 可以说是非常勤奋 便手知足 努力奋斗的一个成果 那中国的崛起 其实啊 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崛起 那我说的和平崛起 当然是相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这个七十多年来 没有主动发动一场对外的战争 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 慢慢的一个崛起 他跟美国战争崛起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美国之所以强盛 我们读过历史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尝试的人 都非常清楚 美国的模式 就是说自己享受和平红利 可是呢 把战争啊 甩锅给别人 丢给别人啊 从别人的战争当中 发一笔战争财 所以美国主要 我们横著过去的一个历史啊 就是回顾过去的历史 就是主要利用两次世界大战 发了两笔巨大的战争财 那这或许啊就是印了一句古话 中国的古话说 人无横财不富 马屋野草不肥啊 那二战期间 美国真的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兵工厂 美国使用的钢铁总量 在二战期间最高峰的时候 曾经高达八千万吨 八千万吨的钢铁 那生产了八万辆的坦克 底特律的克莱斯勒汽车厂 全部改装成坦克制造厂 制造了一半的 这个制造的一半的 这个四万辆的坦克 美国在二战造了八万辆 克莱斯勒就造了四万辆 全美国制造了三十万架的军用飞机 汽车两百三十万辆 火炮二十五万门 当时啊美国他的GDP 是两千亿美金 大家听一听 两千亿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觉得两千亿美金没有什么 可是呢在当时 因为他的币值是非常大的 钱是非常大的 当时德国他全国的GDP是五百亿美金 所以美国的GDP 这个两千亿已经是当时全球第一 我们在言归正传再回到现在的中国 两年之前 中国的国家制造业成长比例 是全球成长份额的百分之二十八 换句话说 全球成长的过程当中 大陆啊 中国大陆的成长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八 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大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具 非常重要的引擎 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啊 五百多种主要的工业产品当中 有两百二十多种工业产品 中国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啊 另外一个值得拿出来比拼的一个指标 就是企业的五百强啊 企业的五百强根据财富杂志 2019年年度五百强企业排行榜 中国上榜的企业数量达到一百二十九家 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拥有五百强企业最多的国家 那我们再来看最近这一年啊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的这个疫情啊 非常严重的这个时期 各国面对疫情的防治 还有面对疫情要怎么样恢复经济的 这个努力各国啊 可以说是执行能力啊 立刻就可以呈现一个优劣的对比 那川普啊 美国的川普政府啊 可以说是佛系不作为 甚至于可以摆烂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 跟大陆积极对应 可以说是全国上下同心协力 团结奋斗 可以说形成两个非常极端的鲜明的对比 这也导致啊 中美两国在经济恢复的速度快慢 还有未来综合国力 到底谁强谁弱 可以说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 大陆呢其实也列举了两个非常鲜明的例证啊 来印证中国现阶段赶超美国的一个大趋势 一个是宾市啊 宾市汽车 宾市汽车啊 第三季度的利润 有三分之一啊全球利润有三分之一 是来自中国大陆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说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票房收入 啊他已经超过20亿美金 首次超过美国 这都足以说明啊 中国超越美国 东风压倒西风 这个势头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说 东风压倒西风 不但是现在进行事 而且即将成为现在完成事 谁与正风我是王峰 我在无色觉醒